我講回一些比較大的問題 當然這個是地區的問題 但是實際上將軍澳建具上次的文章報告 就是它和其他的九十年代之後 生開的新市政策局 就是這麼重的潛水位 或者是編織私人口區的 西九的潛水區 它的規劃在政府上沒有什麼特別的觀念 我可以當作一種新的市政規劃 就是這兩個項目 它和舊的市政區很不同 舊的市政規劃譬如灣仔 我做過地方治療程 灣仔、深水埗 這兩區都是有很多填海的 但它的填海區和舊區是接近的 而且它的公共空間使用 很多自由的公共空間 譬如灣仔做了一些收入扣場 它是沒有一些信用的 這些人可以任它踢波也可以 打打底管 賣波也可以 那就是賣消息周圍 也有一些車制黨 那就是原下的食物都可以 那裏是形成了香港 早期的公共同社區營造 那裏是人民政府在五十年代之後 由於大陸很多難民下來香港 就是南北國省 那裏當然要廣東和福建日主 在那裏是需要創造一個新的公民社會 公民生活 所以無論在深水埗的舊式的公共 或者是新鐵海區 或者是灣仔這些這樣的新鐵海區 它都是允許市民使用公共空間 還有一些創造性的使用 或者是很低度的公共 那這裏這些重金的都市政策 或者都市本帝的公式 一直到八十年代中途 八十年代後期之後 有一個政府的一個不平民 或者是沒有說出來的東西 就是因為香港的主權 要燃交給中國大陸 就是燃交給中國 中間發生了很多事情 我們現在不知道 但是很多跡象我們看到 是在八十年代之後 或者九十年代之後 成立的新市場 包括將軍都很高 就是上次都說到的原因 因為下紀開始 最多有新界那邊的發展 就是很多地獄的特殊 看了一些很多的副表 在這裏都有這樣的對應 都很大決定 九七前大決問題 所以匆匆在這裏 有很多私人鬥 這個是其中一個原因 但是真正使到這些地方 建成一些沒有生活質素 沒有什麼選擇 一個瑞港社區 或者用天橋地鐵斬 商人空道 來連接的所謂管道社會 這個是九十年代之後 香港政府一直到九十年之後 是一個特區政府的一個控制方法來的 所以管道社會 或者是這些真正的Satellite 就是真正的衛生城市 就是每個Galaxy 跟我們出去外面 它只是在那裏 它只是在那裏 它的工作或什麼 是要搭配派 就是要搭配它的基地 不停留 這種管道社會 或者譬如說 瑞港社區 如果以前在政府做的時候 它第一個保證是什麼 保證一個frame rate的例子 和反正的例子 一般地包括它們可以反覆 沒有地方被人游泳 有劇毒、進化,進入的黑社會 打架、吵架等等 原因就是在這些管道裏面 是有締度列事看著 有security guards 就是有優惠看著 而商場的管理 包括幾個公司的管理 由於它是要 以商業行李、私人行李 它可以管得比歐盟很嚴大 公共空間他們一般的政府的負責拓力管 公務員不可以花太多的權力 因為他受到規制 他必要時他只能去叫警察 警察受到警禮的規律 即是即場使用警察 但是商場是因為是私人立委 或者是私人受委 那個管理是可以說的很健康的 政府一般是不理會的 即使他在地區的限制 有公共空間的限制 在商場式的管理 或者在封閉式的通道管理 首先那個法序的低 另外就是政府可以將本人限制公民的活動 令到他沒有什麼常行為的受復的 一個商場的劫主 或者領會領先的管理人 這個是可以達到極臨這麼致目的 當然這個是不會在政府領域 看到私事領域也都看不到 但實際上是看到這些事情發生的 這叫做在官和商之間的一個專業的政府 和一群大的地產集團 在聯名集團之間的機身集團再加 只能夠負擔到機身集團 為租金的國政所商 或者建所辦集團之間的默契 而這些默契是令到社會容易管治 但它產生的就是我們稱為 就是很被動的公民 而這些被動公民正好在九七之後 是成為官商勾結 工業崩儀 我們需要一些很聽話的服務業的人 在中產之內 就是一般做多次服務業的那些 那這種新事領域的模式 正好是可以為這些這樣的 我們在九七之後這種社會 提供一些很公信的服務者 就是說這個是一個社會純化的過程 它其實是類似做一個論壇 是做一些體制、壓制、很聽話 然後只能走在一條本上吃東西 吃東西就壓力了 它是不會被你四處放的 你也會被你接觸一些反應 你不接觸一些反應 你不接觸一些反應 這個是在九七之後 其實九七之後 九七之後特別嚴重 這種是新的市政規劃 是跟極權管理有關的 當然那些人會說 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事情 有什麼事情 九十年來之後的新事項 就是這樣做 而這個是違反人性 違反商協 違反經濟多元化 也違反公民社會 那種活躍公民 和積極參與公民 也違反了一切管治 應該有的常用 這個就是在九七之後 可以看到的 要改正了 我們首先要知道 這個事情 目的就是這樣做 並不是說 管治失效 它是特地失效的 特地是違反常理 這樣做到你 進入那種狀態 它不是說 因為錯了 你整管道社會 這些是很浪費 很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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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平時的人在頭層 自己本自己 搞完它打架 但是 都會聘請一些護衛營 來看 那些貴的 即是你增加很多公共開支 商場管理的都很貴 貴的街道 什麼那些貴 然後就是清潔那些貴 但是那樣的 為什麼這麼高成本的公共管理 和商業管理 都是這些新事項 就是它違反了 我們管理最重要的東西 就是喊錢 它是非常龐貴的管理 但是它都要這樣進入 它是大甘的 所以不要說 它沒有辦法 用一個很邏輯的 反面感的奄餘 這樣製造 它使用了那次都要這樣做 它減掉到底 都要這樣管理 它這樣就沒有機會